老公,我弟最近相亲,相中了一个对象。我看过那姑娘的照片,可漂亮了,你说我弟这次有戏没戏。看着兴致勃勃的老婆,我微微一笑,拿出手机给老婆赚了五万块钱,不管有戏没戏,相亲嘛,身上不能没钱,这五万块你先转给小勇,不够再跟我说。 老公,你真好,我最爱你了老公。 看着老婆兴奋的样子,我表面上宠溺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心里却早已产生了深深的疲倦。 我老婆名叫李小林,肤白貌美大长腿,前凸后翘身材有料,是那种选美都不需要化妆极品美女。 当年我和她结婚时,周围人都夸我好福气,李小林平日里不追求名牌服饰,不追求奢华生活,也没有所谓的闺蜜。 自从结婚后,她在家做全职太太,每天做做家务,追追剧,做好饭菜,安安静静地等我回家。 如果说到这里结束,我老婆大概是全天下所有男人都想要的那种类型的女人,只可惜,金无足斥,人无完人。 李小林有个弟弟叫李小勇,自从李小勇嫁给我以后,我银行卡里的钱基本都被李小勇拿去挥霍了。 今天做生意赔了本,找我要点钱翻身,明天是相亲认识了漂亮妹子,囊中羞涩,没资本泡妞。 李小勇上面有四个姐姐,我老婆是她四姐,四个姐姐全都是伏地魔。 也难怪当初我和李小林结婚时,三个连金兄弟笑得那么开心,又有个大冤种来帮他们分摊伏地的费用,能不开心吗? 起初我不以为意,毕竟老婆这么漂亮,我就当是把这些钱给老婆逛街买买买了。 只要老婆高兴,我也就随她去了,结果后来算算账,结婚第一年,我在李小勇身上花了十万出头,结婚第二年,花了接近三十万。 今年是我和我老婆结婚的第三年,上半年,李小勇就从我老婆这里拿了五十万去做生意, 自然是赔的底裤都没得穿,尽管我自认为在当代年轻人里还算成功人士,月收入四五万,年底还有奖金,一年能转六七十万。 但当我意识到我赚钱的速度已经拼不过李小勇败家的速度后,开始和老婆有了矛盾,渐渐也发生了争吵,老婆的性格并不强势,吵架都是那种林黛玉式的弱不禁风的样子, 让我又可气又可怜,回到房间,老婆知道我心里不痛快,温柔地帮我抚平心中汹涌澎湃的火气,云雨后,老婆乖乖地趴在我的怀里,像一只温柔的波斯猫,老公,我还以为你今天又会凶我了呢。 我兄你做什么?我兄你,你就能不管你弟弟。我也想通了,你弟刚刚大学毕业,现在还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等他以后能自己赚到钱了,我们就可以放手了,不是吗? 老婆低着头不说话,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后背,那惊人的弧线让我百丸不腻,嘿嘿,既然我帮了你弟弟,你是不是也要好好帮帮我弟弟? 老公你讨厌,老婆笑着,用小拳拳捶我胸,随后还是顺了我的意,脑袋顺着我的胸膛,渐渐往下滑进了被子里,我看着乖巧的老婆,眼神里闪动着复杂的光芒,如果她不是个伏地魔,那该多好啊? 老公,小拳她,这天,老婆又找我开口了,我见她犹豫的神情,就知道这次要的钱数量不少,果然,待我问清情况后,就连老婆也含有的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半年前,我刚刚拿了五十万去给李小勇填补创业失败的窟窿,但那终究是男孩子在外创业,从道理上勉强也能说得过去, 但是这一次,李小勇的奇葩理由,着实让我有点绷不住了,李小勇和她认识不到一年的女朋友要结婚了,半年前,李小勇还得指望我来帮她还债,现在她拿什么结婚,老婆犹豫着说道,我爸妈说,小勇结婚需要一套房子,咱们几个姐姐一起帮帮她,最好一步到位,弄个学区房,以后就都不需要再给她操心了, 我冷着脸问道,不是我看不起你那三个姐夫,但是自从我们结婚后,小勇但凡出点事,最后还不都指望着我来出钱, 老婆解释道,这次不一样的,我那三个姐夫也已经同意了,每家出二十万,先帮小勇凑个首付,我两手一摊,小勇那个女朋友我们也不是没见过,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我们给她们凑个首付后,剩下的钱你指望她们夫妻能自食其力还贷款,老婆开始了垂泪的传统记忆, 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我不帮她,还有谁能帮她呢? 这套话术我他妈都会背了,越听越上火,但是更上火的还在后面,老婆说,她的三个姐姐每人帮李小勇凑二十万, 但我们家要给李小勇凑六十万,因为李小勇看中的那套房首付就得一百二十万。 我顿时火冒三丈,推开老婆一个人回到房里生闷气,过了一会儿,老婆偷偷换上了一套灰黑色的蜘蛛侠,紧身衣走了进来,我暗地里吞了口唾沫。 妈的,这女人当真把我拿捏得死死的,竟然挽起了,靠死退。 老公,对不起,让你为难了吧? 这不是为不为难的问题,老婆,结婚那天,我曾经发过誓,这辈子要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宠你,爱你,不让你受委屈。 这些年我拼命地赚钱,我为了什么? 我是为了我们的日子能越来越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辆帕萨特从我们结婚开到现在。 我手底下的那些刚入行的销售,现在车都比我好,你知道那些人在背后是怎么说我的吗? 我当初想过,争取在结婚五年内给我们将来的孩子整套学区房,结果到现在,家里存了几分钱。 老婆,我爱你,可我和你在一起,永远看不到未来,你能明白我的感受吗? 老婆,坐在我的身上,轻轻拉开了胸口的拉链,缓缓抚到我身上,粉红色的舌尖轻轻轻在我身上游走。 老公,对不起,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这件事我回去再跟我妈商量商量吧。 说完,她开始用出浑身解数,帮我调整造乱的心情,尽管我知道她每次都用这种方法对付我,可我没办法,我就吃这套,而且我知道用不了多久。 这件事最终还是得靠我来解决,伏地磨的老婆真的无解,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出乎了我的预料,我最后还是没经受住老婆的软磨硬泡,把钱转给了李小勇。 但是李小勇那小子做了件让我们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他把家里凑的钱,全部转给了他的女朋友,用他女朋友的名字买了房。 就连房产证上都写的女方的名字,连他李小勇自己的名字都没写上去。 这件事,李小勇瞒着自己的父母和四个姐姐,起初的半年时间里,谁都不知道李小勇竟然能干出这种蠢事,事情之所以会暴露,是因为李小勇的父母多次催促李小勇和女友找个时间去领证结婚,李小勇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结果李小勇的父母一番盘问过后,李小勇说,他女朋友把那笔钱拿去给他弟弟买房结婚了。 这尼玛,自己的女儿是伏地魔,当爹妈的觉得没有半点问题,但是未来儿媳妇是个伏地魔,老婆的父母顿时炸了锅,关键是李小勇不知被那个女人洗了脑,还是怎么地,到了这种情况,还依旧不肯和那个女人分手。 也不提把钱要回来的事情,到最后,李小勇的父母甚至去律师述所找律师打官司。 结果让律师把前因后果问明白后,直接告诉他们这官司打不赢。 第一,房子是你们儿子主动送给女方的,房产证上写的是女方的名字。 第二,女方不曾用任何威胁、逼迫等不法手段,你儿子并非未成年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总之一句话,人家女方都没自己开口要,你们家傻儿子自己就把房子送出去了,这能怪谁? 而且,人家现在还没跟你们儿子分手,你们继续闹下去,要是人家不嫁你们儿子了,最后吃亏的是谁? 老公,小勇他,又是这句开场白。 我知道,我这半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多半又保不住了,别说了,我把我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转给小勇,你看行吗? 我真的尽力了。 老婆看着我,当场把手机银行里的二十万转给了李小勇,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我每天都感觉身体被掏空,老婆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填补她心中对我的亏欠,我现在这样白烂的态度让她感受到了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劣到了极点,以前我至少还能对她表达不满,可现在我连和她说句气话的兴趣都没了,爱咋咋地,毁灭吧。 我累了,老婆也看出了我的情绪,可她能怎么办呢?用她的话来说,她从小到大家里就只有那一个弟弟啊。 我知道她在父母那边也挺不容易的,一家子伏地膜,最后竟然被外面的伏地膜给治了,这你找谁说理去,打官司还不占理,这半年来,李小勇继续不要脸地找四个姐夫吸血, 到最后,甚至连她自己都想通了,我姐姐们能这么对我,她身为姐姐。 帮自己弟弟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渐渐地,李小勇竟然有了一套逻辑自洽的心理认同,我的姐姐们都是好女人,我能找到和我姐姐们一样的女人当老婆,我应该高兴才对啊。 天知道,当我听到李小勇说出这种话来时,我和另外几个连金兄弟都是什么表情? 这小子,没救了,老公,小勇他。 听到这话,我本能地用两只手掌狠狠地搓了搓脸,然后看向面带犹豫的老婆,等待她的下文,老婆见我满脸冷漠,画到了嘴边,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见她这副犹犹豫豫的表情。 顿时心里一惊,平日里十几万几十万的,她都不带这样犹豫的,现在搁着再三的组织语言,肯定要的钱不少。 但是这一次,老婆犹豫了几次后,竟然没有把话往下说,而是流着眼泪独自回到房间,暗自垂泪去了。 我依旧不为所动,你不主动开口,我巴不得李小勇出个大事,能够让我一劳永逸,不再被这小舅子拖着往深渊里继续沉沦,老婆却始终没有跟我多说什么,以我对我老婆的了解,她多半是觉得这件事可能连我都解决不了,毕竟我的收入她也了解。 半个月前,刚刚给李小勇填了一笔装修款,现在我身上真的连两万块都拿不出来了。 如果不是李小勇,我和老婆结婚的这几年,早就攒下上百万,以我的能力,现在说不定都已经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了,但是现在,我却连区区两万块都拿不出来,这说出去谁信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老婆和我似乎进入了冷战,她帮回了娘家去住,我一个人在家独守空房,就这么过了半个月,这天下午,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给我来电话的是以前跟过我的一个销售,喂,徐哥,是我啊,小王。 哦,小王啊,你最近在哪发财呢?听说你都开上卡宴了,混得不错啊。 别别别,哥,我跟你打电话不说来说这个的,我就想问问,你和嫂子之间没什么问题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哎,哥,也没别的,我今天约了个妞,在喜来登开房,无意间看到嫂子了,算了,我说也说不清楚,我把照片发你,刚拍到了,你看看是不是嫂子。 说完,小王就挂了电话,随后我的微信响了起来,几张照片看得我眼睛都红了,照片里,李小林打扮得如同夜店女一般,搂着一个身材发福的胖子。 有说有笑,再联想到这段时间,老婆打着回娘家的幌子没回家,李小勇的事情似乎也没了下文,我顿时意识到了什么,耐着性子先把客户招待完,送走了客户后,我离开了公司,开车直奔洗来登酒店的楼下,我坐在一楼大厅,静静地等待着,到了下午五点半左右, 一男一女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中,我平静地走了上去,李小林看到我,吓了一跳,慌张地不知所措,我看着和他一起出来的这个肥头大耳的胖子,笑着打了个招呼,赵明跟我说说,你们俩爽了几天了。 赵明是我和李小林的大学同学,上学时就一直喜欢李小林,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赵明见我语气,略带得意地说道,不是我说你啊,这样的女人,你驾驭不住啊,不就是三百万的工程款吗? 你都毕业这么多年了,不会连三百万都拿不出来吧?我看向李小林,又看了看赵明。 轻声问道,这又是为了你弟弟。李小林沉默地点了点头,我叹息一声,转身离去。 之后,我和李小林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李小林对我有所亏欠,选择净身出户,没过几个月就嫁给了赵明。 我一门心思搞工作,半年后抓住机会,牵头搞了个小公司,事业也有了起色。 李小林跟赵明在一起后,算是倒了血眉,赵明确实很有钱,但有钱跟愿意给女人花钱,那是两回事。 而且,以李小林那一家子伏地魔的性格,后面发生的事情,简直超出了我的三观。 这天,我在酒吧接待客户,中途喝多了,打算到厕所放放水,结果刚解开皮带,就听到隔壁传来女人的呻吟声。 一分钟以后,隔壁响起男人和女人的说话声,死鬼,我老公今晚出差,晚上要不要到我那儿去? 你这个糟祸,跟你那几个妹妹完全不一样。 真扫兴,你提他们做什么? 不提不提,话说回来你们那个弟弟,真的有点让我刮目相看啊,难怪徐浩那小子顶不住,就连我都感觉有点吃不消啊。 死鬼,不许你这么说我弟弟,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不是他,你能和玲玲在一起? 没有玲玲,你能把我们姐妹全上了? 那不一样啊,你自己算过没有,这一年来,我在你们姐妹身上到底花了多少钱了? 两千多万啊,你们心自问,你们四姐妹值不值这个价? 明明,你这么说,姐姐我好伤心,你看,我还特地为你拿来了这个,你看这是什么? 你怎么穿着林林的衣服?怎么样?喜欢吗? 喜欢?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坐在隔壁马桶,偷偷录了音,随后就像是无事发生那样,照常回去招待我的客户,等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忙完了工作,抽空将录音发给了李小林的大姐李小梦,没过多久,李小梦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徐浩,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不会不明白吧?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转来对方疲惫的声音,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说吧,时间,地点。 我无语了,大姐,你是不是对我的话有所误解?我和李林虽然离婚了,但毕竟还有点感情,我看到你和赵明的事儿,我能无动于衷。 李小梦在电话里轻蔑地笑了笑,徐浩,你少跟我装正人君子了,你当我看不出来,你以前每次见到我都喜欢偷看我。 你和赵明的区别只在于赵明胆子大,你的胆子小,每次还得我特意转过去,你才能正大光明地盯着我的屁股多看一会儿,对不对? 我话还没说完,李小梦继续说道,你呀,也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林林嫁给你时,多单纯的女孩子呀,你就不奇怪,她那些情趣内衣,蜘蛛侠紧身衣,都是哪来的? 电话里传来一个敲咪咪的声音,那都是我穿过的。 听到这个,我实在是有点绷不住了。 电话里,李小梦那魔鬼般的声音还在继续,徐浩,你知不知道,每次我想到林林穿着我的衣服和你上床,我是怎样的心情吗? 你知道林林那些修人的姿势,都是谁教给她的吗?你真以为她能无视自通? 嘿嘿,我那个傻妹妹,为了讨你欢心,可在我这儿学了不少技术呢? 你知不知道,我还骗那个傻丫头,让她把你事后的各种反应告诉我。 所以,你喜欢什么样的姿势,我可全都一清二楚呀。 徐浩,姐知道你是个好男人,全心全意爱着林林,使她先对不起你。 作为姐姐,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弥补她,带给你的伤害,好吗? 喂喂。 徐浩,见她越说越露骨,我干脆挂断了电话, 我承认我对林林的三个姐姐,确实有过非分之想。 毕竟李家四姐妹,个个貌美如花,是男人就忍不住,想要多看两眼。 但是,这只是男人的正常反应,属于能够被理智驾驭的正常想法。 不然我们公司老总,每次带着她的极品小蜜,到公司转来转去。 全公司有哪个男的不趁机多看几眼? 我原本只是想要警告一下李小梦,让她不要再去破坏李小林的生活,根本就没想着要拿这种东西去威胁别人。 然而等到了下午,我的前妻李小林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到一家餐厅,想要和我聊聊。 到了下午,我开车来到了一家高档法餐厅,看着阔别一年时间的前妻,心里顿时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最近还好吗?不好不坏吧,反正也就那样。 大姐的事情,她跟我说了,徐浩,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即便离婚了,你心里还能为我担心,我真的好开心。 现在说这些,也没啥意了。 我在来的路上,我想象过很多次我们见面时,你开口第一句话,会对我说些什么? 你猜我想到的是哪句? 还能是哪句? 老公,我弟弟他出事了。 是不是这句,说完,李小林还捂着嘴笑了笑,你当初有几次晚上做梦,都被这句话给吓醒了,人家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去求教大姐。 我看着林林,突然忍不住问道,你那些衣服,真的是你大姐的? 李小林笑着点点头,又摇摇头,大姐以为我只找过她,不过当时我们全家都指望着你,所以二姐和三姐也有帮过我。 我一口柠檬水,直接喷了出来。 等等,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的。 徐浩,你还不了解我吗? 你手机里,现在还有我穿那些衣服的照片吧? 你怎么知道? 细细,我对我的样子和身材还是有点自信的,那种瑟瑟的照片,你能舍得删了? 我尴尬地笑了笑,没有再做辩驳,李小林拿着我的手机,熟练地输入密码解锁,忽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你竟然还用我的生日当手机开锁密码? 别多想,用习惯了,忘了换。 不对,你当年认识我以前,你手机的密码是你前女友的生日,你认识了我以后,才换成我的生日。 现在你的手机还用我的生日当密码,说明你这一整年都没找女朋友。 许昊,你是不是还喜欢着我? 你告诉我好不好,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 我看着眼中带着熙继的前妻,轻轻挣脱了她,抓着我的手,赵明对你不好。 刚问完这句话,我就感觉自己问了句废话,赵明昨晚才刚被我抓包。 还跟李家四姐妹全都有一腿,这夫妻间能有啥感情可言? 果然,听到我说起赵明,李小林看着我的眼睛用哀怨的语气说道,赵明她其实不行的。 我一愣,昨晚赵明在酒吧厕所和李小梦连续来了两次,虽说每次都只有十几秒, 但听那个动静,应该不是在玩吹泡泡,李小林用极小的声音说道, 其实我和她在一起这么久,我没给她上过一次,你信吗? 我摇摇头,当初直接在酒店把你们抓包了,你现在跟她结婚一年了,你说你没给她上过, 这我能信,当我傻子不成,李小林羞涩道,她对我特别的敏感, 我每次一碰到她那里,她就缴械投降了,吃药都不管用。 我表情一愣,还能这样? 李小林叹息道,不然你以为她为什么把注意打到我几个姐姐身上, 她得不到我,心里不平衡,我们家又坑了她两千多万,知道理亏,所以才由得她乱来。 我看着李小林,犹豫着说道,你其实不必这样的。 李小林却坚定地说道, 徐浩,我李小林心里永远都只有你一个老公, 我这一年都为你守身如玉,她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我。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如果没有李小勇,我是真愿意和这个女人过一辈子的,可惜这世上从来没有如果。 吃完饭,李小林提出,想要到我们当初谈恋爱的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 我一时很不下心,跟着她去了。 电影院里,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时光仿佛回到了我们青涩的大学时光。 我静静地看着电影,不知何时已经轻轻搂住了她的腰。 电影散场后,我开车送她回家,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 忽然,她把手机拿到我跟前给我看,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字,今晚我不想回家。 昏暗的路灯下,她穿着一件洁白的针织衫,无助地靠在副驾的车窗前, 我脑袋一热,在前面的路口转向,把她带回了我们曾经的家。 不需要更多的言语,刚一进门,我就如一头猛兽般,狠狠地将她针织衫扯掉, 用尽全身力气把她抱在怀里,仿佛要把我自己整个人全部陷进她的身体。 她热烈地回应着我,在这个她曾经的家中,她仿佛又成了我的妻子。 只是这一次,她前所未有的主动,仿佛想要拼命挽回些什么。 一番云雨过后,她心满意足地躺在我的怀里,忽然对我说道, 徐浩,你想不想我和大姐一起侍奉你? 我看着李小林,等待她接着往下说, 李小林对我说,一年前我弟弟不是在外面欠下一百多万工程款, 我们全家都疾疯了,最后我不得不瞒着你和赵明见面。 但是谁知,这一百万还不是全部, 我们帮小勇把这一百万凑齐后,过了一段时间, 小勇才告诉我们,前面那一百万只是前期款项, 他接手的那个项目,后来老板跑路到国外去了, 小勇成了接盘的,那项目亏了一千多万, 我只要又去找赵明商量。 一千多万对赵明来说也不是小数目, 他最后提出了一个条件, 如果我和三个姐姐愿意陪他一段时间, 这一千万就由他来出。 所以你和你三个姐姐就都给赵明睡了。 老公,这不是重点。 这还不是重点。 那什么是重点? 李小勇说到这里,微微有点害羞, 重点在于,赵明每次都十几秒完事, 大姐就抱怨她没用, 说大姐夫每次至少三分钟起步。 我惊讶到, 这种东西你们也拿来说着玩。 李小勇笑着看着我, 然后二姐说, 二姐夫每次还不如大姐夫, 一分钟了事, 三姐说三姐夫还不如赵明, 最后不知怎么就说到了你身上。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老公每次能一个多小时, 我三个姐姐听到后眼睛都绿了。 你今天跟我大姐通过电话了吧? 后来大姐把事情跟我说了, 我其实不在乎赵明是不是在外面乱来的, 我又不爱她, 但是大姐想让我帮她跟你牵线打桥, 我们姐妹亏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我想大姐也是这么想的吧。 我惊讶到, 你把我介绍给你大姐, 你就不吃醋。 李小林笑道, 这有啥好吃醋的, 你现在又不是我丈夫, 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再说了, 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讨厌这样? 我看着李小林,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 把嘴巴伸到我的耳朵旁, 呼出一口热气, 轻声道, 你就不想试试我大姐。 我犹豫片刻, 没有说话, 李小林笑嘻嘻地看着我, 大姐的花样比我多多了, 你一定会喜欢的。 三天后, 我下班回到家, 就看到李家四姐妹 齐刷刷地出现在我家, 老公。 四姐妹齐刷刷地喊了声老公, 差点把我骨头都脚酥了, 然而就在这时, 我让开了身子, 从我身后走出了两个民警, 顿时把四姐妹给吓坏了, 老公, 你报警做什么? 我冷笑着看着李小林, 将手机里的一个视频打开, 递到她的跟前, 视频里, 李家四姐妹, 因为李小勇在外欠下的工程款, 没有结清。 赵明又不肯继续掏钱, 最终李小林表示她前夫这一年来, 事业很顺, 说不定能拿得出这个钱, 于是四姐妹便在一起商量如何能让徐浩乖乖乖就范, 包括前期录像, 后期敲诈, 等等一些列手段, 李家四姐妹看着这些, 全都愣住了, 你在我们家安监控。 警察同志, 她这属不属于非法监控, 所有人都看着我, 而我却看向了身边的民警同志, 警察同志纠正道, 这位女士请注意你们的言辞, 这监控安装的地点不是你们家。 李小梦急道, 这怎么不是我们的家? 这是我弟弟刚买的别墅。 警察同志继续纠正道, 这位女士请你冷静, 这不是你弟弟的别墅, 房产证上写的房主名字叫张静。 李小梦, 张静是我弟媳呀, 这不一回事吗? 警察, 领证了吗? 李小梦语气一顿, 没, 没有, 没有领证, 就不是夫妻。 这房子是张静名下的, 这录像也是张静录的, 有什么问题吗? 李家四姐妹脑海中顿时出现了那个, 把自家弟弟迷得团团转的狐狸精。 警察同志, 您是说, 张静录下了我们的对方, 对话来报了警。 不可能, 他没理由这么做啊。 警察现在可没惯着他们, 直接亮出手铐, 好了, 有多余的话, 跟我到橘子里再说吧, 自己带上, 赶紧跟我们走一趟。 李小林看着我眼神有些躲闪, 老公, 我, 我看着这个女人, 其实三天前的那个晚上, 我再三给过她机会, 只可惜, 她没有领会到我的意图, 不断地拿大姐来诱惑我, 却不知从她开口的那一刻, 我就对这个女人彻底死心了, 这已经不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纯洁的如同一朵小白花的老婆了。 李家四姐妹跟着去了警察局, 虽然仅仅只是敲诈勒索未遂, 再加上四姐妹认罪态度较好, 很快就出来了, 但后续的事情还是超出了她们的想象, 那个叫张静的女人, 在举报她们以后, 直接和李小勇分了手, 转手就把刚买的别墅给卖了, 李小勇彻底炸了锅, 静静,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张静厌恶地看着李小勇, 一句解释都没给, 直接消失在了李小勇的世界里, 三个月后, 李小勇搂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家伙, 出现在三亚的某高档酒店, 赵明那边因为长期被四姐妹压榨要钱, 家族企业的资金链断裂, 公司已经破产了, 赵明从此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富尔格, 没了利用价值, 李小勇果断和赵明离了婚, 最近因为李小勇在外面闯了祸, 他不得不又和一个对他有意思的老板好上了, 尽管心里百般不情愿, 但谁让他从小到大只有李小勇这一个弟弟呢? 他不能不管他弟弟。 下午, 老板外出开会去了, 李小勇走在三亚的沙滩上, 突然看到了一双熟悉的身影, 徐浩, 张静, 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在一起? 李小勇此刻出奇的愤怒, 他冲到徐浩跟前, 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一男一女, 你们是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 我看了看李小勇, 叹息道, 你不是一直好奇我的前女友是谁吗? 张静捂着嘴笑道, 哎,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像我这么好的前女友, 你上哪儿照去? 说完, 张静看向李小勇, 当年上大学时, 我和徐浩吵架后被你趁虚而入, 原本我也只是打算远远地祝福你们, 只要徐浩能幸福就好, 可是徐浩跟你结婚一年后, 有次我在酒吧见他喝闷酒, 就陪他喝了几杯, 我这才知道你竟然是个极品伏地魔, 我当时就要徐浩跟你离婚, 跟我过, 可他是个死脑筋, 认准了你就不肯放手, 说来也巧, 你那个废物弟弟那段时间, 正在疯狂追求我, 我就顺势答应了他, 从此, 你敢找徐浩要多少钱, 我就找你弟弟要多少钱, 反正徐浩跟着你, 也永远存不下来钱, 不如我来帮他存, 你说是不是? 李小勇指着张静, 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些年, 他累死累活地帮着弟弟找老公要钱, 到最后竟然全尽了这个女人的腰包, 而且这个女人甩了自己弟弟后, 转头就把这些钱给了自己前夫, 等于这些钱在四个人手里打了个转, 又回到了徐浩手上, 前妻彻底凌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